7月12日,台湾高等法院审结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马英九被控泄密案,维持一审无罪确定,全案确定。 台湾高等法院发言人林玉群当天说明该案判决结果实介绍。 证据上付足以证明马英九设有假官所指之犯刑,因此本院不会检察官之上诉,维持原审无罪之判决。 判决公布后,马英九办公室透过新闻稿表示,马英九本人对无罪判决感到欣慰,判决结果不止攸关个人清白,更有助于确立台湾当局领导人应有的行政权限。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称尊重司法,现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明对外宣称,法院替马英九滥权护航。 该案起于已解散的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察组2013年侦办民进党立委柯建明,与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法务部长曾永夫等人已设司法官说案,起诉马英九的台北地检署认为, 马英九涉嫌泄漏侦察中的秘密及相关资料给时任行政院长江一化等。 此外,马英九涉嫌教唆时任检察总长黄世明向江一化泄漏并交付英保密资料。 该案审理过程中,马英九一审获判无罪,二审被判处4个月徒刑后提起上诉,经台湾最高法院发回高等法院更审。 依相关法规,台湾高等法院12日做出更一审判决后,全案确定。